第九章谈到是平面 平面当然就是从线再往上延伸 我们考试只有考到线 线当然比较简单 所以看起来大家都可以handle的还不错 那接下来就是线跟进一步到平面的时候 那当然稍微又更复杂一点 尤其比较抽象 有些地方看起来更是抽象一点 那我们上次其实有提到就是说 平面在空间中 在空间中你要呈现一个平面 其实有很多种方法 那我们这边都是一种比较概念式的呈现 包括说利用三个点 三个点构成一个平面 或者是说直线外面一个点 或者是两个相交的直线 或者是两条平行的直线 或者是比较实际一点的话 就是平面的图形 所以这个都是平面的表示方法 那当然其实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用所谓的平面基 利用trace的方式 所谓trace就是说 我们上次说过直线有trace 就是直线延长跟我的平面 头颖面相交的那个轨迹叫平面基 那平面一样 这个平面如果是无线延伸 它跟我的三个头颖面也会有所谓的交线 那个交线就是所谓的trace 那利用trace我们也可以代表一个平面 所以其实这边应该还有一个方法 所以基本上大概就是这几种 那这个上次我们也看过了 就是说三个点 一条线一个点 两个相交的直线 两条平行的直线 或实际的三角形 或所谓的正方形 长方形等等 这些都是平面的表示方法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出来 它基本上还是点的延伸 对不对 点的延伸 你点的东西要知道 不然的话 这个平面虽然是平面 但是其实你看它都是点 点完之后变线 线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面 对不对 或者说这三个点连起来 所以其实就是点线面 所以都是一连串 一连串的一个相关的东西 那我们说过其实也可以用trace 就是叫平面积 平面积就是把它延伸 那延伸出来的结果呢 它会有所谓的 假设一个平面叫Q 那它跟我的三个投影面 当然就会产生VQ HQ跟PQ 那把它 这个是立体图 把它展开变成是一个投影图的时候 你就发现 它的trace 就类似这样 那这个trace呢 基本上会什么 这个是一个负斜面 我们上次好像有提到说 这个是一个负斜面 然后它就会两两相交 相交在这个所谓的主机线也好 或负机线也好 那这个地方没有相交 原因是因为我们 最后展开是从这边切开嘛 所以这边就会没有相交 但是这个长度跟这个长度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是平面积的概念 那平面积当然 就是说 我们如果要画 画平面上的两条直线 平面上的两条直线 平面上的任意的直线 那我们如果今天你的平面是用trace给你的话 那我们基本上就很简单了 因为平面积 这个像这个平面 因为这立体图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它的VQ就是它直立基跟它的水平基 对不对 那我要画这个平面上面的 随便的两条直线 那简单了 就是我在这边在直立基找一个点 在水平基找一个点 那这两个点我们说过 因为这两个点都是落在 一个落在直立基 一个落在水平基 那当然你既然是落在平面基或水平基 所以这两个点就是在平面上 那在两个点在平面上连起来的直线 当然就是什么 就是在平面上直线 所以这个立体图就看得很清楚 那另外再选一个点 这边也选一个点连起来就是在直线 好立体图看得很清楚 转到平面呢 然后转到投影图呢 投影图这边要注意到的 上次我们也提过 我们在直立基 那直立基基本上是一条直线 对不对 那这条直线的直立投影是在这里 那它的水平投影呢 直立基的水平投影是在哪边 在什么 在主基线 所以直立基水平投影在主基线 所以我在直立基找一个点 它的这个点假设叫做N1 superV 那它的水平基呢 它的水平投影呢 它的水平投影就落在什么 落在主基线上 那一样N2 superV 它的水平投影呢 就是在主基线上 那另外水平基 水平基它的水平投影在这里 那它的直立投影呢 也是落在主基线上 所以M2 superH 它的直立投影就在主基线上 那M1 superH 它的对应的M1 superV 就在主基线上 那这样的话呢 你就把对应的M2 M2V跟M2V把它连起来 那另外这边是什么 M2H到M2H连起来 那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M2M2这条直线 就是在Q平面上的直线 那同样的M1M1也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利用 如果假设今天是给你一个平面基 来代表这个平面的话 那基本上你是可以 很容易的就是在这个 也可以很容易的找出 这个平面上的两条直线 OK 那它的投影图就是类似这样的方式 那另外特殊关系 这个我们一直很强调的就是 这些投影的物件跟平面的特殊关系 是蛮重要的 那在直线上面我们有说过 直线跟投影面 如果是垂直的关系叫正垂线 那如果是平行的关系叫单斜线 那现在一样到投影面 到平面也是一样 平面跟投影面也会有特殊的关系 那我们说第一个叫正垂面 那正垂面的话就是 它的反而是什么 因为正垂面是说我的这个物件 平面 它跟我的投影面是平行的 跟某一个投影面是平行 那跟某个投影面平行 反而叫正垂面 为什么 因为它跟某个投影面平行 跟另外两个投影面就怎么样 就垂直 所以这个就是正垂面 那这个正垂面 大概像这个是平行水平投影面 那平行水平投影面 它在水平投影这边就产生true size 那它在这个直立投影跟侧投影 就变成是什么 变成是一个端式图 端式图就是什么 端式图 平面的端式图就变成线 直线的端式图就变点 就这样而已啊 没什么 好 那这个是上次也有看过了 这个正垂面 跟水平面投影的这个叫正垂面 正垂面叫做 这个平行水平投影面的正垂面叫水平面 前平面 侧平面 那这个都是它的投影图 那当然这边又是第一向线投影 这边是第一向线投影 那但是比较特别是什么 你要注意到 它的trace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水平面 它的trace是什么 它的trace是连起来 连起来就变成VQ跟PQ 那它就没有什么 没有HQ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平面跟我的水平面是平行 水平投影面是平行 当然它就没有水平机啊 所以这边没有水平机 所以它的trace是这样 那另外前平面呢 它的trace是这样 PQ跟HQ 那它的直立投影面是没有的 那测平面大概都是这个样子的形态 OK 所以这是特殊形态的 特殊形态 那另外还有一种特殊形态的 我们上次也看过 就是单斜面 那单斜面的话是跟 平面跟我的投影面是垂直的关系 是某一个而已 只是某一个哦 那不是两个 如果是两个垂直 当然就变成是什么 变成是所谓的正垂面 那单斜面 那单斜面当然 刚刚说过了 就是垂直 那垂直的话呢 当然 我们看它的立体图就这样 假设这个ABCD 这个长方形 跟我的这个水平投影面是垂直 所以它在水平投影面就变端式图 变成只有一条线 那但是它在测投影跟直立投影面呢 就会变成是 还是类似是一个 一个方形的 类似一个长方形的形态 那只不过呢 这两个方形 这两个长方形的形态 跟我原始的图 一定不会一样 一定不会一样 那但是我可以额外从投影图 这边看到什么 端式图 这个端式图呢 一样 它是一个直线 那这条直线 我们一样 头影面跟我的三个 不是头影面 就是这种平面 空间中这个平面 跟我三个头影面 一样会有夹角 就像我的直线 直线是不是跟我的三个头影面 也有夹角 αβγ 那平面也是一样 平面也是会有三个 也是会有夹角 那只不过当然像刚才正垂面 正垂面的夹角就是 就是跟两个头影面是90度 跟另外一个头影面就没有夹角 是平行嘛 那单斜面的话 那单斜面的话 它跟我的 像这个例子来说 单斜面它是垂直 垂直直立投 垂直水平投影面 以这个例子垂直水平投影面 所以它跟我的水平投影面的夹角 就是90度嘛 那α就是90度 但是我的β跟γ呢 我反而可以从这个端式图 这边去看出来 这个是β 这是γ 所以这比较容易去判断 所以从粒粒图你可以看出来 你的延伸过去 延伸过去 至于跟我的直立投影面的夹角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γ β 那跟我的侧头影面呢 延伸过去这边 这个就是γ 那至于跟我的水平投影面 它因为垂直 所以当然是90度 所以这个单斜面 它跟三个头影面的夹角 我们可以很快的可以看出来 所以同理呢 它有三个 对不对 垂直面 前垂面 侧垂面 就是这样 那这边要注意的就是一样 它的这个trace 这边有三个trace 这三个trace 你可以注意到 这个叫垂直面 是垂直水平投影面 那它的PQ跟VQ是垂直主机线 那它的HQ呢 HQ就会跟它连起来 那这边这时候有β有γ 那这是垂直面 那另外前垂面呢 前垂面这个VQ是这样 那PQ跟我的HQ呢 是个别垂直 这个主机线跟这个负机线 那α α 你可以从这立图 你可以知道大概这边就是α 这个是γ 类似这样 那侧垂 侧垂的话 它的VQ跟HQ就是平行主机线 那它的PQ PQ跟我的VQ会连接在这个负机线上 那这个就是α 这是β 所以这个东西特殊的 特殊的平面的这个投影图 大概它的relation 它的关系是怎么样 要把它记得 然后最一般的就是什么 就是负斜面 我们说过像类似线也是一样 负斜线 负斜面 那负斜线跟负斜面当然是 是我们没办法直接从它头里面 去看出什么特殊的一些关系 像这个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 你去看它的三个投影 也类似都是三角形 只不过这三个三角形 跟我原始的三角形的形状 因为它是负斜面 所以它并没有呈现出 所谓的true size 或true shape 或者说像这个 这是一个负斜面 这也是一个负斜面 只不过是用trace的表示方式 那这边也是一样 所以这个原来的一个 一个长方形 投影出来它可能会变成 类似零形的样 好啦 所以这个是负斜面 那负斜面当然我们之后 会想办法用一些 其他的方式去探讨它的空间 这种特性 那这个也是我们上次谈到的 平面上直线跟点 就是说我在平面上要取一条直线 刚才其实已经有看过了 就是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 刚刚说过 如果利用trace来表示的话 就在直线上 你通过平面上两个点 就是在平面上找两个点 那把这两个点连起来的直线 当然就通 就是这条直线就在平面上 这个是第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 那第二个比较特殊的就是说 我如果在平面上找一个点 找一个点 那这条直线去通过平面上一个点 同时 同时哦 它是同时又平行在平面上另外一条直线 那这样的话 这条直线也会在这个平面上 所以这个是 这个想法也很 这样一个推论 这样一个空间推论 应该也很清楚 就是说 你通过平面上 一条直线通过平面的一个点嘛 那结果这条直线又跟我平面上另外一条直线是平行 那想当然而它就是在这个平面上 否则它不会跟我的直线上的平面去平行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另外一个判断 在平面上我们要怎么去取平面上的某一条直线的一个方法 所以这两个方法就像这个 这个是平面上 那这个平面Q当然是 现在当然它有画这个框框 但其实它不画框框 它其实是用什么 用AB跟BC两条相交的直线代表这个Q平面 那因此我在这个AB跟BC这两条直线上 各取一个点把它连起来 所代表的这个MN 这条直线就会是在AB跟BC相交所构成的 这个Q平面上面的一条直线 就这么样子 那同理呢 我这条C 平面上面有一个点C 或者说我的这个Q平面是AB加上一个点C构成的 刚刚我们说过平面的构成的方式有什么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一条直线一个点 一个条直线一个点也是可以构成一个Q平面 那我利用根据第二个概念 我们在取这个平面上面的一条直线的时候 我就过这个已知的C点 那这个C点就是在Q平面上 从这C点拿一条直线去跟我 在Q平面上面的另外一条直线AB来平行的话 那这样的话 CB自然而然也在Q平面上 所以这个是这两个方法 那这两个方法待会我们就用在 用在非常重要的地方了 所以我们先看看 那刚才这两个方法当然是立体图 然后我们现在如果把它放到投影图 放到投影图去做呢 其实就稍微要思考一下 就看起来就开始有点抽象 一样平面上取直线 那刚才的两个方法 像刚刚说AC跟AB 好了AC跟AB这两条相交的直线 那ACAB两条相交的直线 那我要在这个AC跟AB这两条相交直线 所构成的一个平面 上面取两个点 上面取一条直线怎么办 就按照刚刚说的 在AC取一个点 在AB取一个点 那当然 你这个取点的方式 大家都知道了 它有重属性嘛 所以N superH跟N superV 你就要对应出来 那N superH跟N superV 就要对应出来 那找出这两个点之后呢 怎么样把它连起来 连起来这条直线 就会是在这个展开的 平面上面的一条直线 那当然在投影图好像 你说那我这边随便画一条也都是 任何随便画一条都是是不是 当然不是啦 就是说你要讲出说这条直线 就是在这个平面上 从这个投影图来看的话 你必须还是要有一些依据嘛 那它的依据是什么 依据就是我们刚刚说过这两个原理 所以你要画这个投影图 然后你要宣称说 这样的直线就是在这个平面上 的一条直线 那你要有所本 有所依据 所以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刚刚说过的 这个当然图都画出来了 假设我空间中的平面 是用AB跟C这个点 AB直线跟C这个点 那AB直线跟C这个点 来构成平面的话 那我今天要画 以AC直线搭配一个点 所构成平面上的一条直线的话 那刚刚说过 就是我从这个已知点C CH也好 CSUPERV也好 我去拉一条直线 跟上面已知的直线平行 那已知的直线就是AB嘛 那直线平行要怎么画 就是上次考试的范围啊 今天你是复斜线 那直线平行当然很简单 它投影面也是什么 也是平行嘛 就这样啊 那当然如果你是特殊直线 就要注意了 对不对 那所以这样的话 这个条直线 画一条CD直线 跟我的AB平行 那它在水平投影 跟直立投影都平行 那这样得到的CD直线 就是在所given的这个平面上面的一条直线 所以这样看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 也觉得好像很抽象 但是你要能够说出 根据它的原理去说出一个 这样投影的概念的东西 所以在平面上取直线 这两个投影图的概念是这样 取了直线当然是不是就可以取点 因为直线上面的点 我今天刚才是平面上取直线 如果我在平面上取了一条直线 那这些直线上面的点 当然就是在就是在什么 就是在这个已知的平面上 所以这个好像好像没什么 对不对 没什么 但是 但是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概念 所以像以这个三角形的ABC来说好了 那我要在三角形的ABC上取一个点 在同这个投影图上你要说 好你给我画一个点出来 那这个点就是你要 必须要保证是在三角形的ABC上 那你如果随便找一个点 那这个三角形的ABC上 理理论上是它可以无限延伸 但是它现在就是有一个范围而已 那我随便随便找一个点 这边随便找一个 或者我在这个三角形里面 随便找一个点 那你就说这个就是在这个三角形 ABC上的点 可不可以这样做 因为看起来水平投影 直立投影 它都是一个三角形嘛 那我在这边找一个点 然后对应这边找一个点 这边对应找一个水平投影的点 这边找一个直立投影的点 把它连起来 那我可不可以说这个点 就是在三角形的ABC上 没有那么简单嘛 对不对 你总是要说出个理由嘛 那所以呢 你要在平面上取一个点 当然你要说出一个道理出来的话 就是你要先有一个什么 直线 平面上的直线 找出平面上的直线 那当然这个直线上面的任何点 都是在这个平面上 所以它这个图的意思是什么 你们看这个图说故事 你们看这个图说故事 这个图这样画出来的意思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图看图说故事 你能不能看出来 那这个图在讲什么 这个其实 这条线 1 2这条线 其实代表意思是什么 我在1 1这个点是AB AB边一个一点嘛 那这边AB边一个点 所以1这个点当然是在三角形ABC上 2这个点呢 是不是也在ABC的另外一个边上 所以2也是在三角形ABC上的一个点 所以这两个点 1跟2这两个点 都是三角形ABC所展开平面上的 上面的两个点 那把这两个点连起来的直线 就当然是在三角形ABC上的直线 然后呢 那我再从这边找一个点 这个点 K点 就保证一定会是在三角形ABC上 就是这样的概念 好 所以这个是用平面的 用三角形的概念 那我们如果用Trace的概念呢 来 再看这边 B B B这个图 这是Trace 对不对 这是HQ 这是VQ 所以这是第三项线投影 那这个图在干嘛 好 这条线叫什么线 线就是 这条线通过平面 这条线为什么通过平面 它有两个点在一起 好 一个点叫什么 M 好 M点是在哪一个 在平面的哪里 这个吗 这叫什么 水平基 然后N点是在直立基 所以MN这两个点都是在这个Q平面上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两个点连起来直线 就是你刚刚说的 这两个点连起来直线就是在Q平面了 是不是 好 那这个K是什么意思 点通过直线 这样子说法比较奇怪 点在线上 点在线上 好 K点在线上 所以K点有没有在Q平面上 有 所以就是说K点 这样你就可以说出 我认为这样画出来的结果 这个K投影的这个点 就是在Q平面上 这样很好懂嘛 所以重点就是先画平面上的一条直线 然后在直线上面取一个点 那个点就会在这个平面上 好 我们接下来再画 稍微困难一点 我们现在在平面上取直线 刚刚已经说过很简单了 就取两个点 或者什么通过一个点 平行另外一条直线 对不对 那我如果要在平面上画特殊的直线 好特殊的直线 刚考完试 你们应该最清楚了 所谓的特殊直线 我们刚刚说过不外乎 就是正锤线跟单斜线 就两种嘛 那我如果在一个已知的平面 要画这种特殊的直线 之前考试的时候 你画那些特殊直线 我们都没有规定你要画在平面上 现在是平面给你了 你要画这个平面上的特殊直线 那稍微就困难一点 那单斜线也没有那么困难 平面上的特殊直线 我们先看单斜线好了 那我们说过单斜线是什么 单斜线就是平行某一个投影面 叫单斜线嘛 那但是这个单斜线 除了是在单斜线之外 它又是在某一个平面上 就是平面上的某一个特殊的斜线 单斜线 所以你要画这个图的时候 也要满足条件 什么条件 两个 第一个本身单斜线的特性 你要知道要能够画出来 另外一个特性是什么 这条线也是在平面上 所以你要满足这个平面上的一些 几何条件 所以这个就是画平面上的一个单斜线的做法 那这个是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 当然这边先标出来 再看图说故事 来 这个是一个三角形ABC 对不对 那 我要画三角形ABC上的一条 它这边是要做水平线 水平线还有印象是在什么意思吗 水平线是什么 平行哪个投影面 水平投影面 水平投影面对不对 好 那平行水平投影面的单斜线有什么特性 在哪边 平行主机线 下面是什么 这边是第三项线投影 所以水平线的投影特性是什么 是在直立投影面 平行主机线 对不对 还有印象吧 这个到期末都会用得到 所以不要 不要学了后面 往前面了 这个是累积的知识 好 所以 我们要在三角形上画一条水平线 所以最简单的方式 我就是一样 还是先要把它的这个水平线的特性 就是在直立投影面 是平行主机线的概念先画出来 好 所以因此呢 我就在三角形ABC的直立投影 直立投影的这个部分 去画一条直线 是平行我的主机线 而且当然重点就是说 我这边选两个点 就是在三角形ABC选两个点 那选两个点 可能一个就是在 以这个例子来说 这个A点 M点 M这个点是在AB边嘛 然后呢 M这个点是在BC边嘛 所以这两个点 你把它连起来 反正让它平行主机线 好 那这样的话我就完成了什么 我的这个平面上 至少因为这两个点是在什么 是在三角形ABC上 那同时我又 因为要满足它是水平线 所以要在直立投影面 这边要平行主机线 所以先画这条线 那你说这条线 能不能上来一点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反正 反正它有无限多个这种线嘛 好 那我们只是先选这边 好 那接下来 你有了M super V跟M super V 之后 那接下来就是把它对应的什么 对应的这个 对应在水平投影面对应的点 找出来就好了 对不对 不过当然这个如果有课本的话 这个以前的课本是画错了 因为我们的M super V 对应上去是在哪一个点 是AB边嘛 结果它画到这里 画到这里 这是什么边 这是AC边 所以这是画错的 这是画错的 理论上应该画到哪里 画到AB这边 所以你的M super H 是在这里啦 然后呢 M super V是在BC边 这个BC边 这个没错 所以其实是应该画到这边 连起来 这样才会变成是 所以这样的 这样的MN直线 这样的MN直线 就是三角形ABC上的水平线 知道知道吗 所以我要画 平面上的一条特殊直线 就是要满足这两个条件 满足 满足那两个条件 水平 水平线 或者是单斜线的特殊投影的性质 另外它必须也是在平面上 就是这样 那刚才是在给你一个三角形 那现在如果是用 用所谓的Trace 用Trace来表示 那我在Trace上面 怎么样去画出一条直线 它是代表这个平面上面的一条特殊直线 那我们现在假设说 我们要在Q平面要做一个前平线 要怎么做 看立体图比较快 看立体图比较快 这个VQ HQ 对不对 那这边有一个 这边会用到 所谓的 要在平面上做一条平面上的直线 要在一个已知平面上画一个平面上的直线 这个就用到我们刚才那个第二个例子 那第二个那个方 第二个那个推论 怎么推论呢 因为 我们先知道一下 这边有特别提到你的VQ VQ是它的直立基 在直立基其实是在平面上的一条 也是一条很特殊的直线 对不对 为什么 直立基它代表的就是平面上的一条前平线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前平线的意思是什么 平行垂直或直立投影面 对不对 所以VQ 有没有是一条前平线 VQ是前平线 好 所以VQ是Q平面上的前平线 那我现在要在Q平面做其他的前平线 就是排除这个VQ以外 那我怎么去做在Q平面上的一条前平线 那我们刚才有一个方式 就是说你要做前平线 当然前平线跟前平线只要平行 当然这条线还是前平线 那所以 那我们刚才说 那这条前平线又是在Q平面上 所以刚才说的第一个方法 找平面上的另外一条直线的方法 就是说我在平面上找一个已知点 找一个已知点 然后呢 从这已知点再做一条直线 平行另外一条已知的线 那这条线就保证会是在什么 保证会是在这个Q平面上嘛 所以我们这边就利用第二个方式 第二个方式去画这个平面上的一条直线 而且是特殊的直线 所以我在这时候 因为VQ是我们要做平行的这条线 所以我是反而是在HQ 找一条点 在水平机这边找一个点 从水平机这边找一个点 然后呢 去平行我的什么 平行我的VQ 那这样画出来的这条直线 就是Q平面上的一条前平线 就这样而已 从这立体图有没有看得出来 从这立体图应该比较容易看得出来 然后转到投影图呢 转到投影图 VQ是一条前平线 对不对 我们就先把它当成是我们要平行的线 所以我反而是先在HQ找一个点 那HQ找一个点 这个M superH就在这个HQ上 那M superV在这边 那从这个点 从M superV M superH 这两个点 我去画一条前平线 那前平线当然 我们说过VQ是一条 而且要再 而且我们重点是说 从这个点 要画一条直线 是平行平面已知的一条直线 那平面已知的直线是VQ嘛 好 那所以呢我跟它平行 那跟它平行之后呢 但是我的水平这边呢是怎么样 前平线的投影特性是什么 前平线的投影特性是 在水平投影面要平行主机线 要背起来 这个就像背99乘法表 你背熟之后 你马上就可以推出来了 所以我们要在Q平面做前平线 你先找 利用HQ水平机这边找一个点 然后呢过这个点 画一条前平线 然后画一条前平线 当然前平线的主要投影的特性 是在水平 这边水平投影是平行主机线 所以你先画一条 这条线平行主机线 那至于在直立投影面呢 直立投影面我们刚刚说过 因为这条线是要平行我已知的 平行一条已知的直线 那我们的VQ就是已知的直线 所以我在直立机这边呢 在直立投影这边 就拉一条直线 跟我的VQ 跟我的这个直立机是平行 那这样画出来的 MA的这条直线 就是在Q平面上的一条前平线 所以这个就是把两个概念把它串在一起 就可以画出这样平面上的特殊直线 好 那我们再谈到这个所谓的平面最大倾斜线的概念 这个概念就是说 我们接下来要讨论就是说 我们的水平 我们的这个负斜面 负斜面它跟我的三个投影面 基本上还是有夹角 还是有αβγ 那我怎么样去画出我这个平 就是从投影图 从投影图我去画出说 我去了解 去了解说 我这个Q平面跟我的三个投影面的什么 夹角是多少 像这个Q平面 它跟我的这个平面 Q平面跟我的水平投影面 这边就有一个夹角 这个夹角就是α 那跟我的侧投影面 一个夹角就是β 那侧投影是γ 那我怎么去画出来 怎么去利用投影图 去告诉我们这些informations 那这里面就需要用到一个叫做 所谓的最大倾斜线的概念 最大倾斜线的概念 那基本上最大倾斜线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已知的平面 它对我的投影面 都会有一个所谓的最大的倾斜线 那这个最大倾斜线 如果你能够找到的话 那这个最大倾斜线 假设这个平面 对我的水平投影面 有一个最大倾斜线 这个最大倾斜线 这个线对平面的夹角 就是代表什么 平面对这个投影面的夹角 所以我们是利用线 线对投影面的夹角 来找出什么 平面对投影面的夹角 有没有听清楚 用线对投影面的夹角 来找出平面对这个投影面的夹角 那这条线就是必须 就是要所谓的最大倾斜线 最大倾斜线 那这个例子为什么是这样 我们如果能够找出最大倾斜线 倾斜线跟投影面的夹角 就代表平面对这个投影面的夹角 怎么看呢 从这个立体图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好 这边假设是水平投影面 那我这个是已知的Q平面 对不对 那我们当然 我们就要找出这个夹角了 就是这个平面跟我的水平投影面的夹角 那我们说这个夹角不好找嘛 所以我们要利用这个最大倾斜线 好 那为什么最大倾斜线 会代表这样一个所谓的夹角 我们先用一个概念 最大倾斜线的做法是说 假设今天我们是要讨论对水平投影面 那水平投影面这边延伸过来 这边有一个叫什么 水平基嘛 水平基 那水平基 基本上就是一条水平线 水平基就是一条水平线 就是在Q平面上的一条水平线 好 那我现在把这条水平线 类似把它平移上来 把它平移上来 所以这条 NN这条直线 就是Q平面上的一条水平线 所以MN这条直线 基本上是水平基 跟水平基是平行的 所以类似你想把水平基 平移上来这样的感觉 好 那从这个Q平面上的MN这条直线 是水平线来说的话 我从这边 假设有一个点A好了 从这个A点你可以做 做很多平面 就是通过A点在Q平面上的直线 有很多条 基本上是无限多条 对不对 是不是无限多条 那这无限多条里面 哪一条才是代表谁的最大紧接线 你想想看啊 我们这边假设一条直线 是跟 是跟这个MN垂直的 那另外我们再有一条对比的 有一条对比的直线 也是穿过A点 但是跟我的MN不是垂直 好 这样的话我就得到这条直线 这个是平面上一条直线 那这个也是平面上一条直线 那这个也是平面上一条直线 但是这条直线比较特别 它是垂直我的水平线 垂直我的水平线 那这样的话你来去看 看它的什么 把这个投影 从A点把它做投影读下来 得到A超 那这边这时候这两条平面上的直线 跟我的这个投影过来的这边 这个线段 它是不是会构成一个直角三角形 那构成这个直角三角形 因为它都有相同的侧边 那底边当然不一样嘛 那底边不一样 所以这边看起来底边比较长 那有垂直的底边是比较短 那所以这个夹角 这个夹角是可以用什么去算 tangion 用up tangent去算 好 用up tangent去算 所以底边比较长的夹角会比较大 还是底边比较大的 底边比较小的 它的夹角应该会比较大嘛 tangion嘛 不是嘛 那所以通过A点有无限多条直线 对不对 通过A点的 然后又在Q平面上的直线有很多 它有最大的α 有最大的那个夹角是什么 当你这条直线是垂直我的水平线的时候 当你这条直线垂直我这条水平线 我这个直线所对应产生 跟我的水平投影面的夹角会是最大 其他的直线都会比它小 所以因此我们就可以推论出什么 最大情节线 这条线就是我们所谓的最大情节线 所以对水平投影面的最大情节线怎么化 就是找出 找出什么 找出垂直于这个 平行这个水平投影面的什么一条直线 跟它垂直这条直线 这条直线就会是最大情节线 所以就类似 所以这是一个分析的 然后最后的结果你可以看出来 这条线就是平行HQ的线 那你去跟它垂直 去跟它垂直 所得到的线 这个就是最大情节线 OK 所以同理呢 我这边有这条直线 这条线是什么线 这条线是平面上的前平线 平面上的前平线 那你做一条线跟它垂直 那这条线就是对直立头里面的最大情节线 同理 这条是侧平线 侧平线 平面上的侧平线 然后你跟它垂直 所得到的这条线 就是对侧头里面的最大情节线 就这样 所以这是原理啦 原理我们还没画到投影图 所以你现在知道原理之后 怎么去找平面上的最大情节线 这个原理知道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投影图 投影图 就是这样 刚才讲的那两个概念找出来 那两个概念 好 现在就是说 三角形ABC是given的 那我要找这个三角形ABC 它跟我的水平投影面的最大情节线 那刚才说过啦 你要三角形ABC 这个平面是已经知道了 那我要找三角形ABC 跟水平投影面的夹角 最大情节线 最大情节线 那第一个要先做什么 要先做 刚刚说的 你要找这条线 这条线基本上是要跟你的水平 平面上的水平线垂直嘛 所以你第一个先找什么 平面上的水平线 好 三角形ABC上找平面上的水平线 刚才我们不是有看过了吗 有没有 这个是第一项线投影 VH 所以你要找三角形ABC上的水平线 怎么找 刚才不是讲过吗 在平面上找一条特殊的什么斜线 单斜线 对不对 所以水平线它的直立投影是平行什么 平行主机线 对不对 所以我从A这个点 然后拉一个点到BC边的一个点 那这个A跟N都是在三角形ABC上的两个点 然后呢 而且它的直立投影平行主机线 好 那A点的水平投影知道了 那N点的水平投影呢 你就对它的BC 这是得到的N superH 好 那这样连起来的AN这条直线 就是什么 AN这条直线就是三角形ABC上的水平线 好了 知道了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步骤是什么 第二个步骤是找一条直线跟它垂直嘛 怎么做 两条直线垂直 其中有一条是特殊的直线 这个是上次考试的范围嘛 对不对 所以这AN是水平线 那我要做一条直线跟它垂直 那我从哪边 可以看出它的垂直的东西 而且这条线也是 这条跟水平线垂直的 刚刚说过了 跟它垂直的也是要在Q平面上 AN是水平线 那它的垂直 你要跟它垂直的话 那个垂直的概念是在哪 哪一个头里面看得出来 AN是一条水平线 而且是在三角形ABC的水平线 那我现在要画一条直线 跟AN是垂直的 那这个垂直的关系 relation 在头颖面上哪一个头颖面 才看得出来它是真的头颖 在水平头颖面嘛 对不对 这是上次考试的范围 好 所以我们有AN 对不对 那我们要画一条直线跟AN垂直 所以我要在水平头颖面这边画 那但是这条线 必须也是在三角形ABC上 跟它垂直 跟AN垂直 所以我就最简单 因为AN在这边嘛 所以我这边就找一个B点 B点就是三角形ABC上一个一致点嘛 然后我从这边做一条直线 跟我的AN的水平头颖垂直 一直拉到哪里 拉到AC边 那AC边得到一个K点 所以这个K点也是三角形ABC上一个点 所以这样得到的BK 这条BK直线 就会跟我的AN直线是垂直 好啦 那垂直之后 你当然K点的直立头颖 AC在这边 所以这样把它连起来 BK这条直线就是垂直AN 这条水平线的直线 所以BK也就是我们的什么 最大倾斜线 就这样而已 所以BK是最大倾斜线 好啦 那BK是最大倾斜线 那当然你看出来BK是最大倾斜线 那BK基本上是一个负斜线 对不对 那我们刚说过 最大倾斜线的目的是 可以来帮助我们了解 三角形ABC对水平头颖面的夹角嘛 所以你接下来 如果假设我要问你 三角形ABC 对水平头颖面的夹角是多少 你接下来就利用BK这条负斜线 利用直角三角形法 就可以把它的什么 α就找出来了 那怎么画 还记不记得怎么画 利用直角三角形 把这条负斜线 它对水平头颖面的夹角画出来 怎么画 直角三角形 对不对 然后呢 有个边要等于什么 高差嘛 对不对 然后画一个直角三角形 他得到夹角就是 就是他的负 α 所以这个是 画最大倾斜线的目的 画最大倾斜线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 算出三角形ABC对水平头颖面的夹角 好 好 这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同量的概念 我们现在如果 现在要换成trace 现在我的平面不是用三角形ABC 是用trace 那它的原理还是一样 原理还是一样 所谓的原理还是一样 是怎么样 就是你要找 就是说你要找一个 这个平面上的一条什么 一样它是要找 一样对水平头颖面 所以对水平头颖面的最大倾斜线 我们需要的就是平面 以致这个平面上的什么 水平线 那水平线 我们刚刚说过 HQ本身就是一条什么 平面上的水平线 HQ本身是平面上的水平线 所以水平线就已经画好了 不像刚才我们这边 你还要画半天 去找出平面上的水平线了 当你用trace 平面积来表示平面的时候 你的HQ就是水平线 这个水平线就是水平线 好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是要 什么 要找一条直线跟它垂直嘛 而且这条直线是平面上的一条直线 对不对 那平面上一条直线 又要跟我的HQ垂直 所以我们的做法很简单 就是在VQ这边找一个点 那VQ这边找一个点 这个H super V H super H 那因为今天是水平线嘛 你要跟水平线垂直 所以我从AH这边拉一条直线 跟我的什么 跟我的水平线垂直 那这样的话得到的AK 假设这个是K点 那这个AK 当然这是K点 那K的super H在这里 K的super V在这里 所以AK这条直线就是什么 就是最大倾斜线 因为这条AK直线是跟我的水平线是垂直嘛 所以这条线就是最大倾斜线了 好啦 那AK是在这边 它的水平投影直立投影在这里 那接下来 当然我们要画它的真正的时候 就是我们刚刚说过 你AK是一个最大倾斜线 所以AK对我的水平投影面的夹角 就是平面 就是Q平面对我的水平投影面的夹角 所以接下来就是用直角三角形法 所以这边就是画一个直角三角形 那只不过这段是等于什么 这一段 这段就是这一段的高差嘛 所以它用画圆弧的方式去画出来 然后跟它垂直 然后拉一条直线过来 得到一个直角三角形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Q平面的α 所以这一切的过程 看起来好像很在画天书一样 但其实它是背后都有一定的原理 所以你要把那个原理搞清楚 你这个投影图就可以画出来了 OK 好 这是第九章的部分 好 好 好